大家好,为什么肚间花容易干枯呢? 其实营挤的原因也是特别的多的 接下来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以下这几点一定要注意好 不然的话,养再多,它也是会出现干枯的 第一个就是吸生肥 一旦吸生肥,它就会营挤一个干枯的现象 因为吸生肥的话,还没有经过风干腐蚀的话 就导致整个肌就出现了一个干枯的现象 是使用一些风干腐蚀好的一些农家肥是比较好的 有很多啊,直接给它吸用 就淘气出现一个烧根了 就造成整个脊柱就死亡了 那么使用风干好的话呢 像我旁边这一盘呢 我就是使用了这种风干好的存养分的 它很有效的挥发图养食 其中的一些粗纤维的 不板结、不烧根、肥效膏 释放的养分是比较的慢的 肥效可以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的 所以使用这种的话呢 给它吸用是比较好的 第二个呢就是浇水过多 一旦长期给它积水的状态下去养活的话呢 一旦积水了 它就呼吸不了一些养分了 就会导致它出现一个整个脊柱干枯死亡了 那么第三点呢 第三点就是光照不足 光照不足也会引起一个生长了 然后呢,萎练了 萎练了就造成整个脊柱死亡干枯了 引起的因素也是特别的多的 今天我告诉大家这几点呢 平时养护一定要掌控好啊 不然的话呢 刚才说了 你养再多 它也是会造成一个干枯 最要养着养着 就剩下这个枯枝剩盘了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下期再见 再见